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最想去哪里 我哪里都不去 我去潮汕 去汕头吃东西 为何如此牵挂呢 因为汕头有很多特别的食材 跟广东其他地方不同 说来听 现在是变的 首先他们吃鱼饭 鱼饭的文化我很享受 鱼饭 还有他吃全牛的火锅 他们的牛肉是当地的牛肉 他们做牛肉处理牛肉 一汤完后 肉就立即拿去吃 不洗不洗 绝对不可以碰水 我曾经在蒙古吃羊肉 我看着他们汤完羊 立即去烤羊肉 或白煞羊肉给我吃 为何你们不洗 水怎可能比血干净 所以汤头最重要的牛肉 不要洗 最干净的情况下 分开不同部位 让你吃火锅 这是我最享受的 全中国任何地方都吃不到 那么好吃的火锅 因为要够新鲜 够新鲜是他们的处理最擅长 还有他处理海产 各种不同的鱼 大鱼、小鱼、背壳類各方面的东西 都是很精准的 再来就是它的锅 锅就是它的果 米字边 米造的东西 果条或各种不同的高点 都是很精彩的 它完全是另外一种文化 它跟广东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一样 中国其他地方任何地方都不一样 有些事可能是全州一帶會相似 因為他們都是閩南地區 說說旅遊鄧大使又說飲食 我們繼續說旅遊 我知道你喜歡backpacker去旅行 不如說說你怎樣為旅遊 旅遊每個人的態度都不一樣 我過去大半生的旅遊 我十多歲去外國讀書開始 我第一個重要的旅程 就是去加拿大讀書 例如去Kilbet Winter Carnival Niagra Flores 那類都是旅行 那些都開了我眼界 作為一個小孩 從小都知道大薄薄是甚麼 下雪是甚麼程度 完全體驗到 但我真正的旅行 是在加拿大讀中學第一年暑假 我去了歐洲 飛到荷蘭 因為我舅舅在荷蘭 去到被我的舅舅捉著我幫忙 因為餐館生意很好 我一路幫他手 我去到附近的地方 比利時的地方 阿姆斯特丹那些畫廊 很厲害的 蘭布蘭或曼康 畫都很厲害 巴黎這些近的地方 我去到德國南部 去了這些地方 然後一路下去 我去到英國一段時間 去了意大利 對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敏感 那年暑假 我和我家罵 因為我不肯回加拿大讀書 我經歷歐洲之後 對北美洲文化 完全挺鄙視 兩回事 深厚 但我家裡就說明 你不回家讀大學 沒得談 讀完大學 你才可以自己決定 但那個旅行 影響到我之後 旅行方式 第二年 再回歐洲 買了一張Inter Rail Inter Rail 一個月任你搭 當時很便宜 很多年都99磅 買了Inter Rail 坐著火車 飛去李斯本 又李斯本打橫去伊斯坦堡 帶著背囊 很難得的經歷 我自己在歐洲 特別在北歐那些地方 我自己有很深的印象 他們很保留幾百年 十六世紀十七世紀 那時的事情 就算你去斐冷脆 你看到他的教堂 沒有人來 幾百年 但他們真的有他在 我們香港真的做不到 他們尊重文化 尊重歷史 甚至 他們當然有個很重要的部門 全歐洲都有 只有意大利 碰一塊磚都不行 這是我們香港 以前殖民地時代 一直開始 我們都沒有把古物古跡 很尊重 1997年後 我們有皇冠的那些 已經賣了 現在人們在英國 今次疫情 最開始的醫生叫John Snow 現在還有一個泵水機 幾百年了 那些登柱 隨時都是十六七世紀 我們很注重 我能夠賺多少銀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北美洲文化不足 令我很嚮往歐洲 非常嚮往歐洲 我在加拿大讀書 然後再去英國讀書 我都盡量去了很多地方 之外就開始 覺得歐洲不夠了 因為歐洲很多是基督教 天主教文化影響的東西 慢慢慢慢看得多 我就開始要去中東 對 伊斯坦堡路更加厲害 那些厲害 但再去耶路撒冷 但也是很厲害 北非又另外一件事 但我去旅行的方法 我只是買一張機票去 和買一張機票回 中間我不做任何事 去到我才隨意而安 去到哪裡就住到哪裡 玩到哪裡 跟我拍檔很不同 我的拍檔是計劃得很厲害 去旅行之前幾個月 每一個小的… 你便不用用腦 之後我很享受 以前我覺得這是我前半生 後半生的旅行方式 當一個人把所有東西都調查 做了研究 在日本什麼時間 去吃什麼東西最好 去哪裡吃 完全掌握手衆 去哪裡浸溫泉 有什麼特別溫泉 都是很棒的 其實現在我們封閉兩年 你覺得人可不可以不旅遊 不可以 為甚麼 我覺得我現在忍住 我不爆發 你不可以不去旅行 因為你不去旅行 你不知外面的世界是怎樣 你不知別人的人文化各方面 你不可以比較 不懂得進步 因為這樣 所以旅行是很重要的 沒錯 今天關於旅遊 也很感謝鄧大師給我們有這麼好的分享